括什麼 洗頭啊 嗨 大家好 我是Kent 嗨 我是保羅 我們上次有討論過 其實有很多女生 看起來文文靜靜的 她都會很想被看起來壞壞的男人 被農曆 農曆 保羅她內心是一個非常肉實的男人 但是她的外表看起來就是好像有點無害 這次我們所做的髮型 讓她成為一個硬派的肉實男 不要 炸男湯 不要 炸男湯真的有點蠢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GO 你們比的方向不一樣 對 我們還撞到 好 那我們待會就準備開始剪 剪完之後我們就開始燙 現在燙這種橫捲的髮型 大部分都燙得非常的毛 做給大家看 燙在橫捲的情況之下 吹乾不會毛 那濕的時候也是有捲得很深的樣子 那我就開始囉 剛剛覺得你是換手機 沒錯 是四貨 好有錢呢 12級分級貨 還去日本玩呢 花女人的錢 好像我 我也想要 你也可以 你不是有去農場嗎 玩水屯 我們開始吧 因為保羅的頭髮已經是一個 健身高層師 那這個髮型其實已經是 健身高層師的一組 最主要是在兩側的地方 要把它抵掉 製造出一種壞壞的感覺 我被小力學 你不會死 你在夜店都蠻思想的耶 有沒有 其實你現在心裡面都怕怕 是看你不會會看的 我想這個這段到底會不會剪 雖然這種 它看起來那種人數無害 是一種很厲害的保護色 但是偶爾也要當一下壞蛋 要派囉 要派囉 來囉 要磕線喔 磕什麼線啊 你是愛迪達 你看我好像旁邊那麼擺喔 好涼喔 有沒有派 快不外 等一下留言又要受翻車 這要翻什麼車啦 上次那一隻很兩級耶 就是有人受翻 有人覺得好看 我剪小胖的那顆頭 還有人說什麼 什麼 牛說什麼沒有美感 那顆不是很受歡迎的 那顆很帥啊 可是其實我看到這種都無感 你知道嗎 我早就百讀不清了 所以你看到那些留言 沒有那麼友好的人 你都沒感覺就對了 沒感覺啊 反正日子照過舞照跳啊 對不對 手槍繼續打 有錢照樣賺 這樣會被討厭啊 任何事情都有一點犧牲 所以如果你想當公眾人物的話 不要在別人的眼光過火 我說身為人要自由自在 要讓自己快樂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死了以後也沒人記得你 那不如活得好好快樂一點 對不對 把頭髮的層次稍微校正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高校服 校正 校正 好的Q喔 幹嘛 這是我奶頭嗎 沒有 那頭髮 奶頭會這樣 我不想知道你怎麼玩別在奶頭 那我們現在剪完了 大家可以從鏡頭去看 其實整體的髮型 稍微往內縮了 會往內縮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兩側的地方 都推掉了 讓整個髮型產生有點壞的感覺 什麼叫做壞 有點狼剪感 再加一點龐克的混合 所以讓我會感覺有點狂放不羈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頭髮的層次 那這個髮型的層次 是以健身高層次去做裁件 所以整個頭髮的重心就在往上移一點 剛剛保羅原本的頭髮重心 是比較低的 所以現在把層次做上去以後 他會把重量往上提 他不會讓所有頭髮重量落在兩側的地方 那男生的頭髮有個關鍵 就是盡量不要讓它是圓的 除非說 你今天是做一個很復古的髮型 陸生的脫傘在民意人身裡面那種髮型 它就一層一層往下疊 那現在的男生髮型 基本上都是兩側是會垂直的 不管是說你今天是短髮還是長髮 因為這樣整體的感覺 會讓人家覺得比較帥氣 那我這次的燙髮選擇是溫座 因為溫座它會讓這個頭髮 吹乾之後不會有毛罩的感覺 現在的溫座燙其實是很方便的 我們可以直接用藥捲法 可以讓整個時間在縮短 很多人在燙頭髮的時候 不太喜歡用熱縮燙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時間比較隆長 那現在的因為科技的進步 燙髮的方式會越來越簡單 就會把時間縮短 可以直接把藥水上上去 上上去以後再上捲子 然後可以直接加熱 那時間就可以縮短一倍以上 好那接下來就準備燙捲啦 那這次的排列非常的簡單 標準冷燙跟碟磚兩種合格 據說燙髮 那整個燙完之後 教大家怎麼整理這樣的髮型 那我就開始燙髮囉 GO 我們要開什麼課 約會課 被立呼吸第一次 第一次見面就吃飯了 要不要做做我的韋式牌 假設八角順利一定要喝酒吧 那就不會騎車了 而且髮型很重要 騎車會把髮型弄壞 我們捲子都上完了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好久不見的凱迪 來幫保羅接線 那他這個髮型 也是現在非常多我的客人 所以想剪他的髮型 所以大家如果要留長髮的過程 可以看看凱迪的髮型 他現在這個髮型還缺一個套 所以如果大家的頭髮留到這種長度的話 可以來燙一下頭髮 那大家一定覺得我動作很奇怪對不對 對 你是不是阿公在爽的那個 我在學習 把我的緊繃身體放鬆 好啦 我們這個在15分鐘之後 就可以準備上二技 這裡會 疊到聲音 好 好 那我們在15分鐘之後就可以上二技了 那我們就待會見 到一檔 忍一下 這個很棒耶 他這個也沒有辦法騙他 然後他這個牌的態異 而且水氣會輸出 所以會不會平常有客人是這樣 可是他就是忍耐 然後他不講什麼 他就想說Kent上是權威 公眾道歉 欸不要忍 你大概燙了幾百顆頭 然後第一次感受被燙頭髮的感覺 客人真的很燙人一定要跟我講 我不是故意要打算 但是你的力量是前後 像拉弓這樣 拉弓鍵 我們剛才沒有錄說這個要燙多久 這個要燙15分鐘 15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上二技了 上完二技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整理 教大家如何成為一個壞壞的態度 我現在是準備一個輪椅 出太陽的時候幫你推一些 欸講認真的 有給我用過的客人可以留言 講一下你們的感受是怎麼樣 好的壞都可以 如果覺得我用得很好 很細心對不對 可以留言說一下 那如果覺得我們很隨便對他們 你也可以講 我老闆都會看不到 OK 我們現在看完了 在整理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他整體的髮型 那這個髮型整體看起來 就會非常的兇狠 帶一點Wolf 一點狼剪 跟一些龐克的這種元素在裡面 髮型會讓人家覺得很野性 因為前段後長 那旁邊龐克的感覺會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叛逆 非常有攻擊性 整體的方式其實有好幾種 一種就是使用慕斯 在濕的時候整個頭抓完再用烘罩去烘 那第二種就是整個吹乾 再用有光澤的這種髮辣髮皮去抓 那它出來的效果會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單純吹乾去抓的話 那它的捲痕不會像我們是濕的時候使用慕斯 那麼的深 吹乾之後再抓它也有它的優點 就是在髮根的地方會變得比較蓬鬆 那如果說有些人喜歡這樣的髮型的話 大家記得一件事 如果頭頂太扁的話 我建議大家吹乾之後再抓 把髮根吹乾 然後先用髮辣子撐 然後之後在髮尾的地方 再使用一些水性的髮辣 或是水性的髮油去做整理 但今天我們要整理髮辣的方法 是用更派的方式去整理它 所以我在濕的時候 直接抹髮膠 其實髮膠的質地很簡單 我們只要看到這種很像膠狀 其實就可以了 它一開始乾的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們在整理抓完之後 那我們再可以去做縮型 那也可以使用後面罩去做型 那抓法很簡單 就是整個頭把它帶過去 通常就有小的一群的感覺出來 對 其實這種髮型 很多種啊 造髮很多 可以全部往後 也是有義大利獨銷的感覺 義大利 對 義大利 如果說你今天稍微有點年紀的話 又穿一些比較 Gainster的那種 那種西裝款式 讓它可以全部往後 因為保羅畢竟是個年輕人 那要在夜店裡面 烈焰也不要讓他整個髮型 搞得特別成熟 可以讓他自然乾 可是像這種冬天最好不要自然乾 因為自然乾會怎麼樣 頭會痛嗎 對 頭會痛痛 很容易感冒 一樣 我們使用烘罩 很多人不管使用木屎 那還是用髮膠 在抓頭髮之後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烘的時候會很毛 那其實烘罩有 有烘罩使用的方法 我們把風打開之後 距離頭皮約10公分左右 這樣子去烘就可以了 壓住的話很容易毛髒 也不要從下面往上拖 那這樣也非常容易毛躁 老羅使用是熱縮 所以基本上 這個捲合會非常的深 那我就準備開始整理了 封不用太強 好 我們這樣封就可以了 OK 我們吹完之後 我們再去做補牆 用髮膠 把這些視覺上比較毛躁的地方收掉 那如果我是客人的話 我要怎麼比較簡單整理呢 最簡單的整理方式就是 把頭皮吹半乾 然後接下來抹完髮品自然乾 結束就搞定了 那當然前提是 本身捲一定要燙得夠亮夠好 要不然的話就很容易有毛躁感 那如果是那種一早醒來 頭髮是全乾的狀態呢 那我建議大家使用髮妝水 或者是稍微沖個水 就是讓頭髮有一些濕潤感 其實真的不用花大家太多時間 10至15分鐘就可以了 簡單的時候要帥就要下一點功夫 如果說你今天是剪個飛機頭的話 其實它整理起來會更簡單 因為有的人可能砸起來後把它炸開了 用完水以後抹一點辣 那現在髮品其實非常方便 那Kent上能教大家的 就是用最快的方式 把這樣的髮型整理好 你從原本是Kent上頻道的粉絲 來到Kent上的店工作 這一年多來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我覺得距離產生美 沒有啦 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學啊 Kent很多時候都會忙自己的事情 你要跟他學東西不是說他一直會跟你說怎樣怎樣 是你要去問他 或者是你要在旁邊看去學 做這行 想要成為一個比較好的髮型師 或者是說任何工作都一樣 別人就算不教你 你也是可以在旁邊看 也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那現在整個頭髮都整理完了 那接下來就轉360度給大家看 大家再抓這種髮型說 你隨心一點 雖然這邊可以往後收 但是也不用把它收到完全貼 因為那種感覺太無趣 那往後收了以後 它會自動有點垂墜 你就讓它垂墜 那男生的頭髮 就讓它感覺整體自然一定 除非說你今天有很刻意 要用一些看起來不自然的方式 那像這種髮型 我跟你講的就是有點狂放不及 有點野性的感覺 我就不需要太刻意 大家從正面去看 這個頭髮其實是一個非常強烈的 一個長方形式的髮型 非常狼剪感 那接下來是側面 側面會是一個很主要的 一個很吸睛的重點 兩側側不點側不邊的地方 我是剪完全推掉的樣子 那很多人要剪這個頭的時候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推到太後面喔 這個髮型就會變過度的強烈 怎樣強烈會變像這種臭用的感覺 那我們畢竟還是希望 自己整體髮型是帶一點時尚感 那這種時尚感 我們就是抓一些不同的風格 可以做一些畫龍點睛的效果 那後面的部分 因為這個髮型使用熱塑 所以這樣的捲度 它會捲得非常的深 就不會像冷燙一樣 會毛毛罩罩的 另一邊的側面 因為這邊會是一個 把所有瀏海扯罪的地方 那其實這裡面也是推掉的 身體的感覺就會更像 一般我們所看到的 這種狼剪式的髮型 不同的角度去看 都會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髮型是讓人家覺得 非常有多變性的 要讓它感覺再柔和一點的話 對 也是可以照為怪的 好 你看 你說不要把那個 剃掉的地方 不要把兩邊都放下來 就是看你當天 你想要給人家什麼樣的感覺 依照保羅的個性去設計 沒錯 看著你很乖乖的外表 其實他媽媽那一家 他就壞死了 他平常會不會講一些超級 就是每次 每次去某些地方都會帶你人走 這就是我們的保羅夫店長 不要看他人觸無 其實他是 攻擊力最強的男人 好啦 那就是我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 歡迎我們的影片的話 那記得訂閱與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 見